随着中国自行车市场出货放量 让台湾自行车业订单也跟着提高 预计第三季需求回温 哪些个股时的留意关注 来听专家分析 自行车穿梭公路 山道越野惊险刺激 而近期随着中国市场出货放量 也让自行车族群 忧望全体跟着赤步 包括爱地亚 包括美丽达 包括达芳以及巨大 其中我们就挑 美丽达这一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美丽达六月份的月营收 是出现月增3.2% 那跟去年同期比 则是年增48.6% 至于说今年第一季的EPS 它也大赚了一个1.39元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美丽达它是小跌一块钱 收在232.5 也是近期走强之后 连续拉回来的一个第二天 那因为六月份的一个月营收 除了双增之外 它是创下了15个月的一个新高 那合计第二季的一个季营收 它也出现季增59.2% 年增24.7% 这是六季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非常不错的一个数字 除了中国市场 还有欧洲订单持续加持 目前订单能见度 已经超过三个月 工厂也从一班制改为两班 加紧赶攻阴影 下半年开始会出现逐迹攀升的 一个好的一个业绩 那外资这边也正向的一个指出 美丽达四月份开始 它的营收的一个年增率 已经正式的一个转正 而且预估会持续的一个下去 那今年这个中国市场总营收 预估年增会超过50% 所以目前把美丽达的一个目标价 从原先的一个257元 调升到278元 那短线上美丽达 也经由一个月的一个整理 目前也出现了一个 底部翻扬的一个讯号 随着自行车业营收年增率转正 需求回温 预计目标价可能从257元 升至278元 后市可期 中文组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